第四字 試試素試 四號仔 四號 其實我真的覺得很難猜 我知道 我都知道這段時間是難的 因為除了很多佔領的身份 這幾天我除了七字很容易猜 但我沒有出七字 對不起,太容易了 我不會被你猜到 那時候吹氣彈也容易猜 對,很多發 大家留意到數字 這段時間四號是甚麼 四號大家除了佔領之外 很少會留意區議會的新聞 一向都少 除了堆填區的牌 我自己本身很留意區議會的新聞 如果有區議會的新聞我都會看一看 我發現 早前有些印象 中西區區議員 許智峯是民主黨的 為甚麼會留意到這位 因為早前 他在區議會提出 說主席不讓他動議 泛民說六四動議 他就很反感 為甚麼容許建制 提出佔領中環的動議 即是說佔領中的議題 做動議也可以 不讓我說六四 令到被主席覺得他搞事 在抗議 這件事他也在議會外面 曾經抗議 坐著 靜坐等等 搞出風雨 最近許智峯很厲害 西區議會 帶保鏢去開會 四個保鏢 大家去看看 看到嗎 四個保鏢 開區議會帶四個保鏢 厲害 厲害嗎 厲害 你想想想 我想說 不要說我歧視 去旺角帶四個保鏢 這個時候 都還要 或者去北區 都還可以想想 為甚麼 中西區 四個保鏢 這麼文明 我不知道是黨 資助他四個保鏢 因為請四個保鏢 都不便宜 如果你說 正正常常 不是用最低工資 請那些保鏢 照計都應該 我看到他很大隻 都灰吾 不是那些 散散 老藥殘兵 如果不是的話 你想想 區議員 自己本身的薪酬不多 還要有很多 實報實燒的資助 保鏢 我想應該是實報實燒了吧 但如果是這樣 會不會有一個風氣 就是 過大保鏢去 曬馬 講數 好像變成黑社會 開會 只有十幾個人開會 保鏢每個人有四個 每個人坐四十人 保鏢多於議員 你想想 這件事 怪的地方 立法會議員 其實更危險 現在被人圍著 他們都沒有請保鏢 建制派都沒有帶保鏢入場 反而中西區區議會 會有保鏢 這件事 還要四個 這麼多 這四個可以改名 張龍趙虎王朝馬漢 那他豈不是包公 是的 等待一下 跟我們 broken 看 通知